民数记第十一章 人民发怨言 恶声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就发烈怒 耶和华的火就在他们中间焚烧 烧毁了营地的边界 人民向摩西呼求 摩西恳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就称那地方做他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 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哭着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可以不花钱吃鱼 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 现在我们的心都枯干了 除了这玛拿以外 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这玛拿仿佛圆衰子 又好像珍珠 人民走来走去 把玛拿拾起来 或用磨磨碎 或用旧捣碎 或用锅煮 或做成饼 它的滋味好像油饼的滋味 夜间露水降在银上的时候 玛拿也随着降下来 摩西听见人民都在个人的帐篷门口哀哭 耶和华就大发烈怒 摩西也不高兴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 为什么我没有在你面前蒙恩呢 竟把管理这人民的重担 全放在我身上呢 这人民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的吗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像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直抱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去 我从哪里得肉 给这人民吃呢 因为他们都向我哭着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我不能独自担当管理这人民的责任 因为实在太重了 你既然这样待我 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 请你把我杀了 免得我看见自己的苦楚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 为我招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认识的民间的长老和官长 领他们到会幕那里 叫他们与你一同站在那里 我要在那里降临 与你说话 也要把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 他们就与你一同担当管理人民的责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你要对人民说 你们应当自节 预备明天可以吃肉 因为你们哭着向耶和华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所以耶和华必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是吃一天两天 不是吃五天十天 也不是吃二十天 而是吃一个整月 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 成为你们厌恶的东西 因为你们轻视了 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着说 我们为什么出埃及呢 摩西说 这与我同住的人 能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 你还说 我要给他们肉吃 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把羊群和牛群都给他们宰了 就够他们吃吗 或是把海里所有的鱼 都给他们聚了来 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 耶和华的手臂缩短了吗 现在你要看看我的话应验不应验 于是摩西出来 把耶和华的话告诉人民 又从民间的长老中 招聚了七十个人来 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周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摩西身上的灵 分给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说预言 以后却没有再说 那时还有两个人留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灵也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原是在被录取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 伊利达和米达在营中说预言 摩西的侍从嫩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 回答说 我主摩西 请你制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吗 但愿耶和华的人民都是先知 但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 都回营去了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吹起 把安纯由海面刮来 散落在营地 安纯在营的四周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一公尺 人民起来 那一天中日中夜 并次日一整天 都在捕捉安纯 最少的也捕捉了约二千公升 他们都摆在营地的四周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 还没有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人民发作 用极重的灾祸击打他们 于是那地方名叫基伯罗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了贪欲的人 人民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 到哈喜路去 就住在哈喜路